视频是时下流行趋势 教育部长陈振生鼓励家长和老师 搭上这股热潮 借助孩子熟悉的社交媒体资源 激发他们对母语的兴趣 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教育部长陈振生为第十一届母语学习论坛主持开幕时 以这个上街测试年轻人华语程度的网红为例 鼓励各方利用社交媒体和科技 让母语贴近孩子的生活 部长也在交流会上分享自身经验 他说与其让孩子花过多时间在补习中心 不如带他们到邻里购物 让语言更具实际用途 这届论坛有八名教师 货班杰出学前母语教师奖 另有六名教师货班优异奖 有时候我会拿优克林里啊 灵谷啊 他们最喜欢的其实是节奏棒 那可能我们会说苹果梨 苹果梨 我说苹果 你说梨 那我们也是会把这些 他们喜欢的节奏 编排在课程里面 我们要老师呢能够想一想 好好的计划 调动孩子积极学习体验的游戏 赶赶放手让孩子们从玩中学 论坛还举办了家长之间的研讨会 分享引导孩子学习母语碰到的挑战 母语学习论坛的其他活动 包括40多个网络展览 和30个线上分享会 供民众浏览参加